安安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露營文化 露營風 是不是有點衰退的一種現象 那事實上會跟觀眾朋友聊這一塊呢 是因為在幾年前啊 露營真的蠻夯的 那包含就是現在來講 事實上露營也都是會有一點餘溫 但是像跟之前比起來已經會差很多了 那事實上很多事情都會有這個現象 就一開始可能就會有原本的一群人 慢慢在做 默默在做 沒人關注 然後一段時間忽然不知道什麼異敵 突然爆紅了 就很多的一般的 我們講的散步或一般的吃瓜群眾就衝進去了 然後就會造成很大的一個高峰 然後等高峰過了之後呢 一般的群眾又退出來了 然後最後又剩這一群 原本這一群 慢慢細細的長留的這一群 很多事情都一樣 包含 包含 我們今天要講的露營也是 露營事實上早上一、二十年前 都會有一群人在露營 那露營的形勢就很多嘛 事實上應該很清楚 就是有錄帳篷的啦 自己帶帳篷或怎樣齁 之前很流行的營地有沒有 幫你整理好一天可能就是便宜的話 大概是一千多塊有沒有齁 你就負責費 他可能可以準備一些簡單的 但你可能要負責主要的齁 主要就是負責你一個 例子一個帳篷啊 或什麼之類的 供應洗澡之類的 梳洗 主要是處理這個最大的一個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 還有有一些可能就會有露營 比較豪華的小木屋之類的 當然也有就是說 比較有的是野營 野營的話可能就是說 他可能就是沒有在 沒有下車 直接就是衝到比較深山裡面 然後呢是針對於就是說 他的一個在車子裡面 去做一個主宿的部分 那野營來講一般可能 部分來講有的可能沒有舒適 因為可能有些隱私問題 有在外面是有隱私啦 那野營來講可能就不是隱私了 你用那個野障在那邊洗澡 可能最後來跟你敲門的 可能是猛獸之類的 可能有安全性的可能 Anyway 綜合的部分 錄影早期是有這樣子 那後來一陣時間呢 幾年前突然錄影後爆紅 那時候最盛行就是營地 沒可能就是六日一到有沒有 就衝去營地 幾乎就是禮拜五晚上或禮拜六 幾乎都是禮拜五就衝去了 衝去營地 然後在那邊住宿 禮拜六晚上是高峰 都是這樣 衝去然後在那邊住宿 在那邊住一晚這樣子 營地是最多的 那事實上呢 最近來講它的露營的一種蜂巢 我們講的蜂巢 還是有蜂巢慢慢變少了 那最後剩下來的還是怎樣 鹹本就有在露營的人 事實上這個就跟很多 像騎自行車也是一樣 自行車本來就一群人是固定都在騎的 然後呢一段時間前 幾年前 哇很夯有沒有 哇自行車大拉一頓都在騎 包含你騎U-bike也要衝上去有沒有 常常看到很多有沒有 Cycle Cross的一個騎公路車 登山車啦 這樣子的一種高檔車 忽然後面殺出一個 阿伯奇U-bike有沒有 哇跟上去 常常會看到這種很特別的景象 也就是說那時候的確是很蜂巢 可是問題就是說 當這個蜂巢它慢慢變少的時候呢 事實上蜂巢它慢慢變少的時候 最後呢 的確它最後剩下來的部分 它最後剩下來的部分呢 它就是會怎樣 剩下來的部分 它就是屬於比較 一樣原本的一個受眾的群眾 這個來講呢 事實上 這個來講就是說 很多東西都會有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事實上所謂比較 受眾的群眾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重度用戶 那重度用戶來講呢 一般來講如果是重度用戶來講 也是包含就是目前所謂的 一種製片機平台 最後它吸引的也是吸引重度用戶 就是說吸引屬於黏著性強的 就是說這就是一般講的品牌效忠度 當然如果解釋才是這樣子 只是說 在這整個的一種認知來講 會有不要 OK 好我們今天講的是露營這一塊 那露營這一塊來講呢 的確 它的確 它減少 那它的因素是什麼 風草沒那麼多嗎 還有一個點 還有一個點 一個點跟一個很像 露營從什麼時候比較有開始有風起來 封控結束那段時間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還是有一些限制條件 那OK 那我這樣那我去露營啊 對 露營 我有些限制條件 那我去露營啊 對不對 我一樣有限制區域的條件 對 但是我又不想這樣戶內 戶內又很麻煩 又有戶外 錄影就是一個 我可以出去玩 但又不會有太大的一個居住條件 的一個限制性 所以你現在如果住飯店 就會有針對性 那以前會不行 所以你的範圍就可以 啊可以我出去玩就好了 所以那時候的露營這樣 你可以提 你當時是這種體驗 但體驗完之後呢 如果沒有特色呢 你可能就不會了 包含現在的 OK 現在也沒有所謂的疫情的一種 後面的一種余威 所以等一下我就可以正常的去 消費我要的民宿啦 飯店啊 特色店啊 這都是可以消費的情況 那事實上 大家就會回歸到 原本它的 更明確的一個專業需求 這個有點類似就是說 有一個情況 有沒有 好比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情況 平常呢 那個 口罩 口罩都買得到嗎 都買得到 都買得到 疫情這段時間 不好意思口罩不夠了 不夠了不夠了 那口罩是不是迅速就會爆增 對啊 爆增爆增 因為怎樣 因為community 所以口罩是不是需要 需要 但是community結束之後呢 口罩是不是需要 需要 但怎樣 沒有那麼需要 高空降下來 事實上我們今天在講的 這一個規律呢 事實上 也可以額外拉一擊 因為很多事情都有這樣的一部分 因為這樣的部分 你可以解析很多的事情 OK 拉回我們今天講的露營來講 對於露營來講呢 它的確是因為疫情結束之後呢 慢慢呢 它的一開始被需要性就變少了 那在少的一個情況下 在少的一個情況下 它的確 然後我們講它的確 它的一種 你也可以說是它的一種 被需要性 或者是說 你可以穿著被需要性 或者是說它的一種怎樣 它的一種 特色如果沒有起來的話 那的確很有可能被影響 那你說OK好 那我今天露營 我為了要拉 拉原本的一個部分 那我把營地感到很有特色 可以啊 改的很有特色 可是改的很有特色的時候呢 你就會有一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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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有一個情況就是說 你說投入的資金就會更大 那這樣的更大的情況之下 它會不會達到一個熟悉平衡 會不會加速你現金流的摔倒 這又是一個問題點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 比較平 就是一般的 就是比較平 就是一般比較平場的東西 當它的競爭對手變多的時候 有沒有 它就需要拉特色 這個跟哪一個很像 這跟那個臨時場很像 臨時場來講 臨時場之前 2023的時候沒有競爭對手 OK 所以隨便開隨便轉 但是當它越多的時候呢 就一定要砸特色 那砸特色就怎樣 一定要做一些預算 那預算來講 OK好你預算砸了 那如果人沒有進來呢 那相對就會 原本 你原本 假設說這個臨時場 它原本可以續命五年 就這樣一搞 可能現金流一段 可能半年不到 它可能就準備收了 對 所以這有點類似 很多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你說 那露營也是有特色啊 對啊 可是應該就是說 當這個高峰 它異常的被降下來 降下來的時候呢 事實上應該要回歸本源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 這個露營來講 是不是回歸露營原本的本色 特色 對 當初喜歡露營的是什麼 喜歡自然的感覺 慢慢的 所以你會發現 最後呢 以長遠來講 它最後剩下來的 還是這一群露營的感覺 那只是說 那你在這過程中 那我這些所謂的露營的老闆們 沒有任何的作為嗎 有啊 就是形成你的特色啊 那你這樣就有點矛盾啊 就我要特色 那我又不能 又想辦法控制我金額 所以這就是一種 比較特別的地方 有的會講 有的會用它的一種 地理的一種特性性 或者它的什麼 它的一種 那個 它的一種 它的一種 一種特色 在地的特色部分 去做一個報道跟行銷 對 重點就是說 還是要消費者買單 那是什麼 但是事實上很多人就會講 事實上 這跟露營的屬性有一點關係 就是說 很多人就會講 事實上 真正也在露營 真正也在露營的人 他會講這樣 他說每次出去 我都要花個一千多塊 例如平均大概一千六 一般的 一千六 你要平均一千 大概有很多 然後上萬的 然後都有 但我們講的是一般的 你買一個在住一個小 小露營的一個區域 這樣一個晚上就一千六 然後呢 也沒有什麼特色 可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不如自己 買裝備 對 所以當初 露營的風潮勝的時候 他吃的那一波紅利是什麼 體驗紅利 就是很多人沒有露營 想要去體驗一下露營 就這樣子的感覺 但他如果拉回最後的一個部分來講 最後呢 這一群人 他應該是回歸怎樣 露營本來的這一群人 所以露營本來這一群人 這群人怎樣 他是買一個裝備 就很一般的 有人用車子 改的是用露營的 有沒有 有人是用露營的帳篷 Anyway很多人用車子嘛 就一次性的裝備 到了之後呢 他幾乎沒什麼花費 就是很簡單的 對 那所以變成是說 這個就跟我們一開始講的 爆紅的使用 他是怎樣 大家就不想花那麼多錢 居然去體驗一次 一兩千塊的一種 花一兩千塊 去體驗一個露營的感覺 跟現在反過來 剩下會是什麼 會是就是說 你一次性眨比較多的錢 但是 永久的一個露營裝備 那這個時候 就可能要回歸到 你是不是喜歡露營這個東西 如果你就喜歡 那這個 你用一台很二手很二手 二手的車 對不對 改裝成是一個 只要能到墓的地 然後就可以停在那邊 就可以不漏水 對不對 晚上就可以這樣 晚上也不需要冷氣啊 因為你窗戶打開嘛 對不對 窗戶打開 做一種錄影的方式 去錄影 所以等於就是說 應該就是說 很多事情來講 他的一種屬性 可能在這裡就會被區分開來 當他的屬性不一樣的時候 他最後所呈現出來的一種結果 也或許會有點不太一樣 對 那這個可能就是 我們今天這個節目要表達就是說 錄影他 風潮的確是有變比較少 那錄影 他為什麼風潮會變少 的原因 我們今天由這個部分 來做一個分享跟探討 當然 因為錄影 喜歡錄影的朋友還是很多 或有自己的想法 錄影很多 我們今天講的 只是我們個人一種很淺薄的看法 我們沒有要去挑戰任何一種 錄影的一種 大家的一種文化啦 權威啦 或是這種風氣啦 或團體絕對沒有 對 因為畢竟啊 有良好的興趣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好的一個部分 對 OK 好 這是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掰